宝贝对不起 不是不疼你 真的不愿意 又让你哭泣 我已经哭泣了 各位TVBS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逸杰 我是蔡逸智 我是苏智薇 你们好久没见 那我们就七点钟开始 六点半 六点半 因为我们三年都没有巡回 因为19年的时候我们还在巡回 所以突然之间全世界停下来 我们对舞台的渴望 很hungry 真的很饿 所以这一次在小巨蛋演唱会 我相信有一个情况就是 如果他们叫 我们也不下台 一喊我们也不下台 喊我们也不上台 所以应该会给制作单位很大的压力 但是我们不理 一上台我们就忘掉 所以所有歌迷提前进场 我觉得有福了 我不想老板罚钱 所以我们提前开场 对 六点半是吗 好 就六点半 新闻报导还没出来 我们就已经唱 除了台北 我有一次我记得我们是三个分开的 然后我去高雄 然后我们签名会 签名会 我去到高雄的时候 有一个很震撼的场面 到现在我很深刻 就是有 应该有 一百两百个 一个计程车 他们那个时候 一两百 对 他们都开这个计程车的 机车 就是过副神卖广告的 这个机车 对 很多在后面追着我们那个车 我在回头看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那个 黑社会的大佬 很多小弟在我后面跟着我 哇 我多威风啊 神经病 很震撼你知道吗 因为我在香港没有那么多 那个机车 哇他们是一堆一群 一群很厉害 宣传以后呢就吃宵夜 然后吃宵夜的时候 我们一边吃呢 就有一个人就跑过来 就说 不好意思啊 曹萌 我们有一群朋友想跟你拍个照 我记得 我说 OK啊 我们吃完就帮你拍 我们吃完了 就出门口 有差不多有四十个人吧 就年纪差不多超过六十以上 哎呀 本来我们心里想的就是一些年轻小孩 对 一出去全部是营发族 营发族 真的全部是营发族 四十多人 对 我们拍照 以后呢 他们拿着 不是拿着 这鼓掌 就是 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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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大声 就是整个街 街上都听到很大声 我以为我是那时候是马英九 马英九 时代的 我以为我是马英九 以前的我们爱吃吧 喜欢吃那个永远叫那种宣传人员 帮我买帮我买帮我买 然后呢 猪肝汤很补嘛 然后有姜啊 姜丝 连续喝了几天 鼻血都出来了 我告诉你 喝到鼻血都出来了 太浮了 每天都买买买 笑死我 除了工作之外 唯一的乐趣就是 这位哥喜欢吃什么吗 我喜欢吃这个豆浆跟饭团 昨天也叫我的辣鸡 他最喜欢吃辣鸡 吃辣鸡嘴 什么啊 OK 我跟你说为什么我教他是吃垃圾 我们三个人一起住吗 因为广东话呢 有一句是说 如果他什么都吃的人 我们说他是垃圾嘴 所以应该是垃圾 这样子 因为我煮饭的通常 那有一次呢 我们三个人一同住嘛 那 那个 那个垃圾包里头呢 可能煮了一些饭 比如说烙味饭啊干嘛 我忘了 其实已经放了四天五天了 他突然回来以后呢 就肚子饿 那回去 有东西吃吗 我说自己找咯 我说吃完了 我说吃完了 吃完了 你吃什么 我还没有好好吃 我说发霉了 发霉了 发霉了 十五天都还没洗 你吃光了 为什么我忘了 真的我真的忘了 你常常什么都忘了 你这种事情呢 越早忘掉 越好 我告诉你 对你心里 好舒服 对啊 对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